中国女排国家队在完成巴黎奥运会比赛任务后就已解散 队员们都陆续返回家中 享受难得的假期生活 那么这些球员们都在干什么呢 从大家透露的消息来看 朱婷推迟了前往意大利报道的时间 龚翔宇则现身北京 李莹莹忙着登山 王梦杰则是准备起了婚事 朱婷本赛季将从斯坎迪奇女排转投科内利亚诺女排 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 朱婷将于10月赴科内报道 这也就意味着他将缺席9月20日至21日举行的库马约尔杯四强赛 和9月28日进行的意大利超级杯 之所以会比其他球员晚一个多月的时间估计和伤病有关 从奥运会的表现来看 朱婷的伤病确实影响到了他的发挥 不管是扣球还是进攻都比颠峰期严重下滑 再加上上赛季一甲联赛结束后到奥运会结束 朱婷只有一至二周的休息时间 所以趁着这次好好休息养伤 陪伴家人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希望在后面的职业生涯里能够享受到排球带来的快乐 队长袁新月和朱婷一样选择前往海外打球 他加盟了瓦基福银行 按照瓦基福银行给出的报道时间 参加奥运会的球员在8月28日报道 也就是说袁新月即将踏上刘洋之路 希望他能够通过这次刘洋精进球季 也希望他刘洋顺利享受最后的和家人的快乐时光 龚翔宇则是被拍摄到现身北京和北京业余排球迷们进行了一场友谊赛 据悉龚翔宇是受到了央视解说孙耀鹏的邀请 龚翔宇之所以会来到北京 估计和参加表彰大会有关 本周期龚翔宇把最好的状态流到了奥运会 进攻成功率排在接应的并列第三 效率第三 比起其他强力接应他还有过硬的下三路技术 李盈盈选择了前往张家界旅游 并晒出了游客照 还感慨到每次去爬山都喜欢永攀高峰的感觉 是勇气是毅力也是希望 每次国家队解散 李盈盈都会带着母亲一起旅游 这次也不例外 希望李盈盈能够通过走进大自然 来忘却奥运会失利的烦恼 也希望她能够继续坚持打到下届奥运会 不管是龚翔宇还是李盈盈 都是中国女排洛杉矶奥运周期 不可或缺的一员 国内现在也很难找到可以接踢的球员 另一位女排名将王孟杰 趁着休息忙着自己的婚事 她和准丈夫牛思佳 被拍摄到拍婚纱照 从照片来看 王孟杰穿着一袭白色婚纱 头戴花环 美艳逼人 男朋友则是标准的白衬衫 黑袭裤 修长的体型更加衬托出帅气